可以提供給我們意見參考 那當然說如果您的時間 覺得有興趣或是時間允許的話 也當然希望能夠邀請您參加 台北電影節的整體 今年我們是20週年 然後它是那個 主要是台北市文化基金會 所出資的一個營展 那今年的舉辦時間 是6月28號到7月14號 那在VR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會分成四個 四個部分這個 一個部分是VR的影片放映 影片放映的部分 我們這次目前有邀請到13部 等於是在國內外都還蠻受主播 或者是說蠻有代表性的影片 在6月29號到7月12號的期間 我們的主要的場地是在台北市中山湯的兩側 我們會有規劃一個 有點像VR劇院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讓觀眾 以往是比較銀山的觀眾 但是希望讓他們來認識 VR的Storytelling這個部分的發展 然後 還有講座的部分 講座的部分的話是在7月8號的 我們原則上預計是10點到7點 目前 目前也可以看到 是在第夜的一些 我們已經確定的 前面的四位是已經確定的講者 然後下面的兩位是目前正在邀約中的講者 這樣我們還在跟他們談我們的 可能討論的題目 那接下來比較主要的是關於正發聲的現場 這個是我們演習去年 因為台北電影節影展的話 其實一直都是放映影片 邀請導演給大家做講座 可是我們從去年以來的時候 希望能夠讓大家對於電影的科技 或者是說不管是幕後技術人員 或者是一些電影的創作元素的部分 讓觀眾跟創作者能有更接近的一個空間 一個平台 所以我們去年是先請林強她在現場針對一部短片 現場跟著大家一起看劇本 然後一起看影片 然後藉由四天的時間在現場配樂 然後觀眾也可以提問問林強說 為什麼你在這個地方是這個樣子配樂 所以是參與式創作 有一點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更了解說她在創作的過程中 是什麼樣子的想法 那當然她是屬於比較傳統電影式的創作 因為到最後其實林強她的 雖然說現場觀眾有一個覺得他們比較好的版本 林強覺得有一個比較好的版本 但是林強她所要傳達以及她的想法 其實電影最終還是導演本身的一個創作 所以她從一個作曲家來說的話 她其實會聽導演她希望是什麼樣子版本 所以她其實也是一種 林強當初同意來參與這個 我們第一次舉辦電影正發生的時候 是因為她認同 而且她其實本身也是希望說 能夠把自己的音樂以及自己對於一些創作的想法 是可以公開給更多人知道的 所以這樣子把自己的創作過程公開的那個理念 從她那個時候開始電影下來 那我們今年在想說我們要找什麼樣的主題的時候 我們覺得說與其在電影的傳統創作元素上面去延伸 我們覺得說現在VR也是一個非常崭新的一個 在敘事電影這個部分 其實是一個很新的一個媒材 然後所有的敘事語言 然後還有觀眾的感知語言 也都一直不斷的變化 所以我們今年就希望說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那在這樣的方式裡頭呢 宜君我們知道宜君 宜君是她之前因為在法國念國事的時候 是在跟那個這個部分是比較有她的專業的 所以我可能接下來就要交給宜君來介紹一下 那我們在7月就是說第三頁這邊7月5號到7月7號 這三天的時候我們有特別規劃 是一個一個協作這樣的方向 就是從我在國外參加 這幾年參加VR的經驗 然後跟台灣的一型 要不講的連接觀察 我覺得說台灣雖然說從去年開始有 有少數幾部VR也是做的還有成型 但是一般大眾對人VR 所以VR電影是新鮮有年輕的創作者 他就是按了一個門檻 就沒有辦法真的去理解 然後去討論 然後甚至大家都害怕說 好像我不懂VR或什麼 然後我們就希望說他 就覺得VR這東西沒這麼高深摩測 他其實VR電影是什麼 現在也是全期 他其實是可以被討論的 所以說他可以更開放的讓大家去談論那個VR 他可以首先被電影成什麼樣子 或是VR電影它 可以是什麼樣子的樣子 這樣 所以我們才有這樣的 idea 說 那大家 可能像 我這樣做唱詞的方式 然後大家 大家來討論 然後用HIGH特首組隊的方式 然後大家來創作的特工大學也好 然後我們邀請到像建築 或是專業 他們可以來 來談談對於空間設計 空間的想像 然後舞蹈加HIGH 來談談說身體 身體在一個虛擬空間 他希望他想像中指這樣被呈現 然後希望觀眾怎麼樣被感知 那就覺得說好像可以做這種事情 把這些人湊起來 然後在現場 我們不需要說 一定要8K的攝影機 或是一個什麼樣的很複雜的程式 但是大家就是 畫一張草皮也好 或是說 宇宙墨尋才不會有一個很簡單的架構 然後大家就是 可以展現出他們 由這些POW TYPE去展現出 他們對VR的想像 所以我們的整個架構 是基於這樣子的想法 很好 非常好 很棒 那我覺得今年比去年適合做這個 是因為便宜的無線的一體的這個HESET 終於大家買得起了 對 那以前 你一個空間裡面超過五個人 那個就非常麻煩的一個工作 不然就是你只能用CARBO那一類藍藍的東西 對 那現在不管Oculus的ET機 或者微軟跟台灣一些廠商做ET機 他都可以無限值人數 那我覺得這個是今年才能做的事情 對 時間是對的 對 所以 我們可能 心講一下就是說 每天的設計大概是怎麼樣 沒有我大概看完了 OK 沒有問題 那所以 我能夠幫忙忙嗎 就是 一方面是說 我們現在這個樣子的設計 嗯 政委這邊有沒有覺得說 我們這邊有 在協作這樣子的一個概念裡頭 有沒有哪些地方可以更強調 或者是說 哪些地方可以再加進來 有漏掉哪一個環節 OK 第二天的下午 空拍加淺水360 你要怎麼教啊 你要拿無人機去嗎 嗯 我們有邀請到在灣一組店 他們是專門拍拍海桃 像花蓮旁邊 他們就是專門拍前水準 像南方四島的那些嗎 對 南洞 南洞嘛 對 對 南洞 我知道他們 對 我知道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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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知道他們 對 但我理說你要怎麼教 再一個 欸 這部分主要是他們經驗分享 OK 請他們 因為他們有拍幕後花絮 嗯 他們主張360攝影機的過程 還有潛水會遇到的一些困難 那當然 嗯 連後製團隊我也一起邀過來 嗯 就是關於說 因為在水底會遙光 嗯 那那會需要一個做 影像穩定化的這個後製的過程 嗯 所以變成說 從拍攝端到製作完成端 這兩個環節 我們就是會請 呃 這個製作團隊整個整個來 來做一個交換 好 OK這樣可以啦 就是說不是實作型的啦 它比較是分享 這邊不會實作 但是 呃 我們會展示一台 我們拼接起來的 用單眼相機拼接起來 會放在現場 然後我們會接一個 monitor 讓觀眾去 至少去看到說 喔原來所謂的 呃 影像縫合是 是有這樣子 審 審 就是一個 installation 了解 了解 OK 空間資訊 資料處理 對少一個理 然後 然後 託普學校 小一話 那個是玉子 我看一下 大概 其實 其實除了 技術傳授這邊 我覺得 時間好像有一點緊 就是你等於三個連續的四十分鐘 然後其實這三個都是非常大的東西 對我會 有一點 worry 對 那 除此之外 看一下 聲音也有了嘛 然後 嗯 空間資訊資料處理 你們是這個 因為算圖它不可能當場 當場拍當場算 那還是你就是要當場拍當場算 那解析度不要求這樣 就是photogrammetry的部分 這部分 我們應該是請 呃 最近才做了一個 就是Birdy 有一個公司 對 就是他 呃 他們就是用photogrammetry 繼續在鳳凰湖廟園那邊 然後把 把南投山區做掃料 這有 完整的案子 我們可能也是請他來 呃 由他們的 去展示他們的城市 然後解釋說 所以也還是經驗分享為主 這部分 那如果算圖了 呃 算圖的部分 我 如果說到時候害客中的人 想要挑戰這個主題 那可能 我覺得做出來可能就一張圖一個五件 他不可能是掃外面這個景 對 對 我覺得這可能要先喬 因為 除非是說 你談到跟國網 或者跟 這個 Google長冰 或者跟什麼 一個很好的條件 不然的話 你大的算讀 這個 就比你們辦這個的費用都多了 對 所以 我會建議說 還是 就像你說的 它Size要Bounded 然後甚至有些是Sketchup那一種等級的 你不一定什麼都要算讀 你可以是先把中山堂那個地方 先造一個3D的景 對嗎 對嗎 那所以大家只在裡面放東西 其他不是全部的東西都掃起來 對 會有一個Data collection的單元 對 就是 會是我們 事情 事情 我們會先去 派一些書人進來 對 然後放在 那個 地牌上 然後讓大家去 就是作為一個 可以取用的Data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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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你也可以鼓勵大家 先把東西 就是丟到 不管你們的品牌上 或者如果你們可以從 像Clara.io 或者Unity Store 或者是 凡西蘭現在超多的 的這些地方 Import的話 我覺得這也比較 比較有可能 所以你們自己那個品牌 現在已經Ready了 你們沒有品牌 你們沒有品牌 這個也是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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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能跟 這個可能跟 政委過去的那個 參與過的也許 有一點不同的 就是因為 其實 台北電影集的主要是 觀眾群 這樣子 就是我們開放這個 我們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有點像是說 在 不管是 過往的電影從業人 或是從業人員 然後對於 跨入地下這件事情有興趣 或者是一般的觀眾 對於 電影的科技 或者是說 其他的科技媒體 現在在發展 有興趣過來聽 這個部分我們會 需要照顧到 所以其實 在講這一塊的時候 他一方面是 給來參加 來報名 那個 Hackzone的團隊 給他們一些 一些技術的傳授 但是同時之間 我們也需要把那個 那個語言 弄得比較科普一點 對 這可能是目前我們自己 這看也是說 政委這邊有沒有一些經驗分享 因為像我跟 變成說 我是對於VR這個東西 沒有背景 了解的 真的嗎? 你有試過嗎? 有有有有有有有 選片的部分 但是像這裡頭的 創作的部分 對 創作跟技術 技術段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其實蠻 在開會的時候 我們會完全連上一堆問號 這樣子 嗯 不過我覺得是分兩個 一個是說 如果你是要一個 眾人都能夠參與的創作過程 那我很誠實的說 你還不如用歡型的 或甚至用三個投影機 的這種做法 但不一定是大家要戴Hackzone 因為你戴Hackzone 其實很難口耳底 美人的動向 所以就是說 也許是可能只有 我現在在想 在傳聞那個狀況 就是說 一個可能性是 只有少數人在VR裡 然後他在VR裡面 去做互動 去做創作 去做這些東西 但大部分人 你可能接HTMI出來 然後甚至就是大的投影機 然後大家看到他的敵人 就視角 等於是有一個人帶著大家進去 對 那另外一個可能 當然就是說 你是所有人都發黑色 那但是 所有人都發黑色的問題 是說你的那個 就是你要怎麼編舞啊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而且尤其 如果來的人 就像你說的 他可能是第一次接觸VR 那這樣的話 就可能你就要大幅限制 他的移動範圍 就會變成是一堆人 都是坐著我們現在這種旋轉椅 但是你就不要移動 然後就每個人發一個Headset 這是另外一個會不會過你的情況 但是你在又要任意移動 又要有大家都在一起的感覺 然後大家又事前沒有經驗 這個非常難 這個並不容易 我們希望能夠 希望能夠 因為電影節是屬於一個 比較大重型的一個平台 所以其實是在想 怎麼樣子能夠更拉近一點 所以不會是每個人發一個Headset的方式 我們裡頭的舞台設計 當初那個怡君也有提 就是說怎麼樣子 讓大家進去的時候 像是在一個360的空間裡面 所以其實沒有一個主舞台發生的事情 有一點大家在 嗯 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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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我們就像 我們會把 四面的投影 或是說 我還沒有一個確定的版本 但是 如果說真的有 現場有一些人他想要看 那我們會把他看到的影像 投影出來 讓大家可以知道他在看什麼 但是 如果我們現場有加一台Vive 給他畫圖的話 我們也會加一台 那個電視圖 讓我讓其他人可以看到 對 但我已經說是 只有一個人進去 所有人看他 還是你有四台投影機 在四個牆壁上 你最多可以四個人來玩 還是怎麼樣 對啊 應該是情者 應該是 只有一個 對 Single Player的狀態 對 因為 影展如果說是要看完整的片子 那會切出去 在另外一個放影體 那我們這個場合 比較是 在 比較想要展示的是 創作的方式 對 創作就是一個人進去創作 大家帶 跟著他 他帶大家 看的時候才有可能 每個人一個Headset 那是另外一個空間 對 另外一個空間 就是兩件事情 然後這兩個中間的 內容也好 或者是劇情也好 都不互動 對吧 就是兩個完全獨立的空間 對 因為你一開始互動 那個成本非常高 對 還沒有挑戰到那個成本 好 我只是做一些期待管理 對 主要是點是點狀師 然後這個 這邊 這一區叫做 叫做在 創作區 創作區 所以你就是用 Tube Brush 對 那如果這樣的話 就不需要Social的層面 就是說 如果你有Social的 你還需要把模型撥進來 這些 我自己用的是叫 Hive Fidelity 但是Hive Fidelity 的問題是 它目前只能用 高端的Headset好 它沒有辦法用低端的 不過你剛剛已經說的 低端是切到另外一個房間去 所以 Hive Fidelity 可以考慮啦 因為Hive Fidelity 的兩個好處 一個是說 它可以跑在一般的桌子上 它完全不需要 你連到什麼雲端的Serve 所以 就是 你看我 Demo一下好了 VR如果不Demo 看起來都好像真的 夢一 OK 對 就是說 我就拿一個一般的機器 然後 我們就跑一個叫做 Hive Fidelity 的我們叫做 Interface 這樣子一個東西 然後 那 它的伺服器 就是它的 Serve 它是 跑在 我們自己這台機器上的 所以 好處就是說 如果它不要大票的話 趁著的時候就想要 等我一下 因為需要接大一波 不需要 不需要 我們看一下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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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Hive Fidelity 它的網址是 HighFidelity.io 然後它在 Steam上是可以安裝的 所以其實進Steam 關就可以了 我待會如果開不起來 我也要進Steam 然後它的特色是說 它可以用 現有的 你用Adobe的 Fuse 做出來的人偶 你就可以直接 帶進去 那它等於內建 Mocap 然後也內建 就是 Social的部分 那也內建 360.000廠 所以 好處就是說 你不需要在雲端 有個伺服器 你讓在場的 兩台電腦互聯 或甚至一台電腦 進入一個 你本來的世界裡面的話 那你就可以直接 在2D也好 我們也是 用Fidelity 配偏光眼睛 那或者是 Heset 的這三種Mode 它都可以同時並存 所以如果你們現在還沒有 自己的平台的話 在就是 搬一台機器區 它有一個 比較最近的顯卡 跑HiFi 我覺得這是一個 最便宜的做法 比那個更多的 你都要 額外在化 建制或者是 租用雲團的這個程度 所以 這是 這是一個具體建議 但是 它會當掉這件事情 是 是 我 在 demo之前等會 嗎 故事告訴我 重開 手機推置 白飛 所以 可以 給我一秒鐘 哦 有了 有了 對 所以 它 它這個是 那它裡面的 Model 是可以直接用 Flyra的Model 或者別的地方 Model 那它也可以從 Unity Store 抓東西進去 然後 所以你可以 嘗 試著 好比像說 它當掉手機 是因為 我們 然後 可以切換到 沒有 對 然後 它也有 就是 語音自動同步 然後 或者是 就是我講話 或者我聽到什麼聲音 它也可以 就即時去配追追星 然後 我也可以現在帶上 S 然後 這個螢幕就還是可以 可以去work 那你也可以 去切換Avatar 去看 就是 普通的 就是人嘛 對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然後 它出來的時候 它也可以 呃 就是 如果你有3D電視 或其他部分 它也可以另外一頭 就是 就是 side by side 的東西出來 所以 整個來講 是一個幾乎沒有 cost 然後你又可以 很容易的 打開這個market 然後你就直接去 這台機器上面 然後 放你要的 item 就是 像一整個 apartment 或者是 一整個什麼東西 這樣子進去 那更重要的時間 是 open source 所以完全從 到這邊畫前 那所以 比如說我們做好的作品 也可以直接存在 你可以直接 import進來 然後它可以從tubrush 裡面 所以你tubrush 畫好之後 你就 弄成FBX 然後抓進來 就可以了 那比如說 我們 因為 假設我們最後有一個小小發表會 必須要把作品都整合 那是 不過如果它本來就是用Unity 或者用什麼別的寫的話 你就用那個跑就好啦 你也不一定要放到這個空間裡 當然它如果是model的話 你model可以放進來嘛 那在interaction的話 因為這邊有它自己的 用Java script寫 所以除非你一開始的創作 就是在 這裡面用Hi-Fi的Java script做 不然的話 它沒有辦法直接去接外面的東西 那也沒有必要 因為 你可以說 你這個Unity application 你是連到它的網頁就好 那這裡面你可以放很多空間 所以你可以放一個web空間 然後你的這個web空間 你就可以是放別的東西 就是你的demo的影片啊 或你的demo的一些東西 然後 你直接就把這個空間 擺在空間裡面的某個地方你看 這樣 所以就是一個網站 我可能要繞到另外一邊 OK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 把這個網站秀在這邊 那這個其實是更有彈性的 所以那 然後它裡面的無影模型 你看它打光 Texture都還可以接受 對 不是非常professional 但是如果其實要給你看的話 是最便宜的 這樣 可能性 對 我有一個問題 因為我自己本身沒有參加過 還有一個時候 對 像 不管台灣那個街頭 到時候如果這要展示的時候 是大家帶著自己的電腦上去展示呢 還可以展示 通常兩個可能性 一個就是說 你要每一組 最後是用簡報的方法做嘛 那簡報的話就是它上去然後就開這個 然後那 它就用講的 講的是一定不會錯的 對 這是一個嘛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要它預錄 預錄就是說 你要它錄五分鐘的interaction 然後它這看完之後 評審就馬上問問題 那就是它回答就可以了 對 那如果是VR 當然後面這個是比較可能的 因為你如果沒有製作影片的能力 那為什麼要來參加這個呢 所以就是說至少用手機拍一下嘛 對 那所以我會建議後面這個 那如果是存簡報 有的時候黑客森會被說是做簡報比賽 因為你三天什麼都不做 你就做漂亮的簡報 那到最後還是第一名 那這樣就不一定比較好 對 然後 當然另外一個可能就是 你不要分一二三名 你可能就五個第一名 對 這也是另外一個方法 因為大家做的題目都不一樣 有時候是你沒有可比性 那這個時候你有五個第一名 或十個第一名是比較公平的 有這樣想說最佳協作啊 然後最佳創作啊 然後最佳創作啊 這類的 或是觀眾票權 對對對 所以這個我講的比較是說 你如果要展示 social aspect 一樣的話 這是比較便宜的一個做法 那但是如果是個組單獨的話 我並不是說要你一定在裡面創作 這個比較是激發大家想像的用 這樣 那如果說像 因為我們現在的行程比較密集 有一些conference的部分 然後也有現場要害羞的部分 是啊 那是有一些朋友說 這樣子會不會造成場地上一些干擾 那我在想說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避免這種情況的話 那是不是開放說 有些人他可以理線就是在家裡做 這樣會不會違反就是派客收集 不過那就會變成產品展示大會 就是說 嗯 我覺得是這樣啦 就是說如果你最後是 人人都有講 那這樣子的話 他們會去做也有所謂啊 反正他也不會搶掉別人的 對 那尤其是如果不要有獎金的話 對 就是 對 就是recognition的話 對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會建議甚至你一開始就是說 你可以偷跑 你可以做到九成九 然後你來這邊其實是你跟現場的人 一開始就是demo 然後demo之後 你把大家的想法incorporate進去 那你比的是 你能夠多快的 進入這個協同創作的情況 按照大家的feedback去做調整 然後去看說 你的before跟after 你剛來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在經過大家現場給你的回應之後 你最後變怎麼樣 可是這個時候你評審就要寫清楚 就是說你並不是把他們的技術相比 或什麼相比 你比的是大家的 就是參與式創作的 這個receptive的這個能力 共創能力嘛 那如果你一開始就把這個講清楚的話 那當然大家收集完 早上收集完意見 晚上就會去幹工 對 這也是一條路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因為我們有 我們的遊戲規則是說 我們會事先給題目 讓大家可以做 但是他必須來的原因是 因為他收集到的素材 一定是我們第一天 我們Data Collection這個單元 他要用到這個單元 所以 對 就像是大廚的競賽嘛 對不對 就是你們出食材嘛 對 但是你一開始別的部分 他都可以準備得好好的 對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 最後的demo 很好看 因為都會是 就是很棒的 就是你有素人的廚師 你也有米其林三星的團隊 但是 因為你不是硬要PK 高下又沒有獎金 所以到最後 大家都會覺得有獲得啦 這是一種比較 我們說合作式的黑客送 比較不是競爭式的黑客送 不過我們現在還有個問題說 因為第一次辦 也不曉得說 會不會人太多 或是 那所以像這種情況 會 我們如果 不得已必須要做三選 那也是 你也可以 並對 並對 對啊 就是說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如果每一組 他已經有一個很明確的 藝術概念 那當然他就自己做 不然的話你在報名的時候 你也可以說 我缺什麼人 然後你把缺別的 可以互補的 想辦法把它 媒合起來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你就把這邊當作是一個 認識新朋友的這樣一個機會 那這個你在現場做一定保障 所以這你必須要在事前的 報名表單上 你就要先把 VR創作裡面的可能十種 或之類不同的專業 你就可以說 你對裡有哪些 你缺哪些 對 然後你在事前 就把媒合做好 那第一個這樣子 對數會減低 那第二個是說 大家都比較 well rounded 那只是說 這個通常是 長時間的共創 你集中這三天一定失敗 所以 你最好是在 報名組隊 以及彼此認識 你在這個之前 有一兩次jam的機會 暖身動作 暖身的一個機會 先讓大家 一起吃點好的 然後培養彼此的感情 那這個時候 組完隊之後 當然他們就各自帶開 也不需要你來帶了 但是這個時候 到黑客送的時候 每個隊都是比較完整的 那你如果真的到 每一盒完 你還有對數先吃 你就先來先贏 沒有什麼別的辦法 對 那 接下來我們想要問的是 就是正午在 這幾天 有沒有 有沒有機會 來 來玩 對 OK 我看一下 schedule 我七號到中午都有事情 但是下午目前是還沒事了 所以當然 下午那個就是我們 傍晚是 就是等於是他的成果發表 對 然後在下午的話 目前 目前我們有可能會在另外開個空間 就是說 因為有一些講師會講目前定的這些題目 那有可能是國際講師的那個部分 那還有另外一部分是說 怡訊這邊有提到說 因為他們在參加黑客送的團隊 在那個時間點有可能 有些人會選擇說 我要concentrate把這些事情做完 那不一定會來聽這一塊 所以我們可能會分不同的空間這樣子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在那個時間點 呃 政委來的話是 會想要跟 團隊的部分有所互動 或者是說配來參加 那個 那就是來現場看他們的 實作的情況嗎 我覺得 比較 比較make sense的做法是 其實是我成果發表前一陣子來了 可能大概四點左右來了 然後 先跟評審團混手一下 然後 雖然我也不知道你們這種原因 就講評審團的作用 到底是什麼 但是總之會有一些評審 所以 就先跟評審混手一下 我沒有要當評審啊 然後 另外就是說 先讓大家 就是 心情裡面 比較有 待會的pitch的時候 我不會講評 但是如果有哪些 欸我發現我工作上真的用得到 或者是有哪些東西 未來有更多的發展的可能性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我再跟團隊個別的去認識 對 所以 我覺得 成果發表跟 示範組是什麼 這兩天 一個成果發表的話 是 這兩天半的 那個 Hackathon的成果 的一個prototype 那示範組的話是說 像是 因為我們是從電影節出發 所以是 有一些的 影視背景 或者是 藝術背景的 他們自己本身有一些 想要踏入VR的一些想法 然後比較是來pitch他們的concept 然後看現場的技術人員有沒有 接上來會有興趣加入他們這一個 喔 就一個大的媒合 對對對 所以他比較是另外一個 不是在這兩天半的團隊 好 不過五點到九點 我這個commitment蠻大的 所以我很難保證說 我能夠待全程 但是至少 五點到七點我會很有興趣 好 然後 那七點以後 我覺得我們可不可以保留一下 去看我當時實際的行程 因為我隔天一大早也還有事 所以我如果 那件事可以排開 或者是說我 當時體力就很好的話 那我就待五到九 不然的話我們就往 可能四點半到七點左右 我們是九點之後 因為大家也忙了三天 然後我們九點之後有一個酒會 酒會酒會我沒有辦法 好 可是要先說一下 對酒會不可能 對 那所以我想我們先 我自己先保留四點半開始算的時間 好的 那就保守的話 我們先抓到七點這樣子 對對對 那七點之後的時間 就七點到九點這一塊 就是看到時候的 對 就看緣分了 對 然後那當然也有可能 是我跟這個某一個團隊 就非常有可以合作的對象 那我們就跑去別的地方 我們是希望他們還是來我們的酒會 來喝一喝 這樣子 然後其他地方就乾脆來我們 來我們酒會這邊 你們酒會在哪裡 我們酒會還在找場地 會在最有可能的地方 是在M吧 就是在那個中山堂 在那個武昌街的成品那個部分 獅子林大樓旁邊 對對對 那是最有可能的地方 對 因為我隔天八年多就要起來 所以去酒會我自己的睡眠時間 會非常不夠 我們只是想說大家忙了三天 要走到你們在家 對對對 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其實說就不打擾你們酒會 那我就 我就四點半到七點 最多七點半所有先保留 那接下來就看情況 謝謝 那我不用去死什麼 請不要 不然 有想說 想說 因為其實一剛開始 我們不能用這個路一段 就可以 可以 因為其實我們在之前在拜訪的過程中 我跟宜君討論的時候 宜君其實希望說 為什麼今天想要來 我跟您拜訪的原因是 協作的這個概念是 其實也是我們在接觸宜君在討論的時候 我們才逐漸知道協作的這個概念的重要性 包括我在邀請蠻多法國的講師的時候 他們講說其實 在技術層面上面的share 在這個階段上面是蠻重要的 對 所以是希望說 看你在協作的這一塊 等於是在剛開始的時候 也是可以錄影 我中東北黑客送一個錄影 你知道嗎 就是我 我錄給中東北黑客送的 你在那個 你如果找presidential黑客送 就會找到 然後那段是萬用的 所以 OK 可以授權的意思 不是 這是CC授權 所以你也不用問過我 隨時還放就放 對 所以你如果到總統北 社會休息的一顆送 然後按討論專訪 這邊就有一個五分鐘的 我覺得拍得還不錯的影片 對 直接放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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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是文總拍的 那因為是CC授權 所以其實你 你愛做什麼做什麼 你要改變 或者剪裁 或者打光 或者塞一些 我沒有講的話 進去都是可以的 沒有問題 OK 不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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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完整成縣 最後一個小問題 就是 有沒有台灣Hack比較常去的品 你知道G0V 對 G0V有啊 是不是就是在那邊 把這個消息 可以啊 可以啊 我們就直接在G0V的 Slack 那個Channel 或G0V的後勤中心 就可以了 那台灣當然有非常多 接下來會有一個CoastCup COST CoastCup 2018 那個接觸到的人就更多 不過它是比較後面啦 它是8月 對不起 每天傍晚的真心 不存在 對 但是CoastCup 是很值得去接觸的一個社群 然後其他的 反正我們會有竹子稿嘛 所以竹子稿出來之後 歡迎到處貼 這樣子 多多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這我有興趣看電影 我們電影節 畢竟 我們畢竟是個電影節 畢竟是個電影節 這是我們去年的專刊 還是留下來給你們參考一下 那我們今年的節目 25號就會出來 到時候也會出來 如果有興趣看電影 我以前是會參加 然後我入閣之後 有一次不小心去了 然後莫名其妙就被認出來 然後就修修化了外的社會成分 所以我現在都盡量在家裡 看看這個串流影音 就是比較不幸的狀況 比較 沒問題吧 就是如果說看 有對於哪些影片有興趣的話 就跟我們聯繫 好啊 謝謝 大家感謝 謝謝 那就後續7月7號的時間 你就再跟小廷進去 我想 我是 我日曆上已經保留了 那 就是中間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 或者是我們就是 樹屋上有什麼需要做的 你就再跟小廷說 好 謝謝 謝謝大家